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一個彈簧 它的自然長度是15公分 叫160 這等於15公分 兩端各裝有200克的銀盤 這質量是等於200克0.2公斤 這個也是 0.2公斤 然後它的彈簧長度K K的話是等於 1.0乘以10的30公斤 牛頓暗米公尺 他會問說若從盤上面往下壓 要施多大力 才會使下面的銀盤 鬆手後 緩彈脫離地面 我們先來看 什麼時候它會緩 它會脫離地面 就是你這個彈簧的張力 要跟重力抵銷的時候 這個時候正向力剛好等於 也就是說T 要等多少呢 要等Mz的時候 這假設是M T 減掉多少呢 這是T 減掉Mz 這就是Mz 本來它會加上一個正向力N 這要等於0 不過恰脫離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N等於0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這個彈簧張力 要等於Mz 這是恰脫離 恰要脫離地面的時候 好 那什麼時候這個 它的這個什麼 它說這個下壓的力量要多少 它才會反彈 我們假設這是自然長度 那這樣的話 它這個 這個反彈以後 這個物體 它要上升多少 上升的這個高度 必須多少呢 必須是多少呢 因為這是等於Kx Δx Δx是等於Kmz 也就是說這個必須是Kmz 好現在我們把這個平衡點找出來 平衡點假設在這裡 就是說這個彈簧 因為它只是恰脫離地面 恰脫離地面的話 你就是下壓以後的話放開 它會在這裡做減協運動 那政府的你多少呢 政府就是從平衡點算到端點 這個時候是端點 恰意什麼呢 離開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端點 那這個就是政府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平衡點 距離這個原來的 那個自然長度的地方 這個是等於多少距離 好那現在因為它的質量也是m 因為這兩個質量都是m 所以的話 你要 在這裡平衡的話 就是說這個彈簧的張力 彈簧的支撐力 要跟重力要抵消 彈簧支撐力我叫Tx Mg 在這裡的支撐力 在這裡的支撐力 Tbram 減掉了 減掉這mg 要等於0 平衡了 在這裡平衡 所以這個Tbram 就等於mg 這個我就要把它叫做 Kx0 S0是平衡點 第二次平衡的平衡點 所以S0的話 這是等於 Kxmg 所以這一段也是Kxmg 那也就是說 你給它從這裡下壓 因為在這裡的時候 你不需要外力 你下壓力量下壓多少 你力量要下壓一個正弧 你把它放開以後 他會在 這個跟這個地方做解決運動 正弧是R的地方 做解決運動 所以現在正弧知道 正弧R是多少 正弧R的話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兩倍多少 這個加這個 這兩倍 Kxmg mg 也就是說 你要從這裡的話 下壓多少 下壓一個正弧的距離 一個正弧的距離 R的話 是等於 Kxmg 也就是說 你F要等多少 F要抵抗這一段的壓縮量的 彈力 也就是說F要等多少 要等於Kr Kr 所以是K乘以多少呢 RR的話是K分之2mg 所以答案是2mg 你需要施力多打 你需要施力多打 施2mg的力量 然後呢 放手以後 他會在這裡做解決運動 爬到最高點的時候的話 他彈簧的張力 剛好是等於Kr mg 剛好能夠把他拉起來 恰遇離開 所以答案是2mg 所以答案是2mg